小姐姐你好 阿姨是怎么说 我们这边叫奶奶比较多 奶奶叫阿批 阿批 阿批 阿批好 我看阿批还拿着一个工具 这贝楼里面是什么 这个是镰刀 对 我们就是赶勾回来 赶勾割草吗 对 会割草 因为现在语境也比较多 然后那些枣草都会抽到雪锅里面 我们都会地时去清 这个活每家每户都得 所以这个赶勾特别重要 有专门的一个赶勾人 像我们有句古画家 哈尼提田有多久 赶勾人就存在多久 他是专门有负责哪一条这种 就是分工的 齐军 周老师 你们赶不赶赶勾 赶不赶 赶勾 那现在我带你们去 这点工具和赶贝 好 走吧 我们 先拿工具 走吧 这个正好是可以当个拐杖 对 这个如果赶上雨天 走这个还是 对啊 有点挑战的 三千级走下去可有点费劲啊 而且你走下去还得往这条路赶回来 对 因为咱还回来呢 还回来 不上来应该会更累 嗯 这就是一个主干道 这就是那个勾哈 赶勾人就负责清理这个 是 老师这里小心一点啊 哎呀 这个是不是就是赶勾人啊 对 哎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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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伯 您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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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想请问一下我们赶勾的话 具体要做些什么工作呀 阿伯 您好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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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我们把雪沟里面的石子 早草给它清理干净 您好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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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没有水了 它就会往上上擀 就是把那个水擀下来 我们汉尼族人以前就是安在梯田涅机 在木上面刻了大小木头的阿藏 根据梯田它需要多少水 把那个木把给它拉过来 这个就是木刻分水 后面因为木刻它容易腐蚀嘛 然后我们就用了石头 就这样石刻分水 这是咱们千年以来传承的智慧啊 如果说当个田它倒汤了 它开架都会及时把它补起来 每一块铁都要照顾得到 责任很重大 对 阿伯 欢迎你们快点下来 好 现在我们在 阿伯 再给你们示范呀怎么弄 把这些石头放到后面山坡上去 这样的话就不用挡住水流了 对 这个锄头本身也挺重的 对 阿伯 说可以了 阿伯 说现在带你们去赶另外一条沟 考验一下你们 现在考试 学习的石头对对 能不能当赶沟人就看人家 就看人家了 是的 这一条沟人就看了 还有一点不吵 走路随时都要看水沟 如果看见水区里面有草草 有石子的话 我们要及时给它放上来 好的 哇 我看你还不够 我知道 这一条沟人就看了 要把裡面的石套 找找給它拿下面 來 不說它很相信你們 好 我得先把這個處理 讓不我都嚇不去 我都不用 慢一點 慢一點 先把邊上給弄了 細菌有沒有聞到那種 青草的香味 就這溝里好香 對 青青河邊草 細菌已經進入到第二步了 是的 我就是一段一段來 見證奇蹟的生活刀了 厲害 我可以 對 可以 還是挺累的 主要這個鋤頭本身的重量就很重 細菌姐力氣好大 細菌 好乾淨 好乾淨 清理的 就一句話 舊帽幻心眼 咱們一條曲 這是舊帽幻心眼 太通暢了 心情好舒暢 是 最後一下 好 很有成就感 一下子變得好通暢了 一下子變得好通暢了 阿波還說下面還有一條 好的好的 阿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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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剛剛說這一塊也是把這些都交給你們 不是 這塊連鉤都看不見了已經 再不把它儲蓋 後面是會折起來 來 說幹就幹 細菌姐在上面吧 好 還挺深 小心一點 可能會有點黃 特別是這個 垂壁上的一樣 給它刮乾淨 小心一點 喂 這個是個斜坡 是 好好聞啊 這個草的味道 都是大自然的味道 好高啊 這裡的草 種田最難對付的就是野草 對 能看見鉤石了 是 這太有成就感了 姐姐拿手 抓 小心一點 好 我怎麼感覺這水越來越大了呢 因為它渠通了 這是勞動產生的效果了 對啊 這麼明顯 嗯 好 好 擀工呢 看上去簡單 實際上這個重複的 單調的工作 對我們來說還是有些挑戰的 這個工作呢 需要很大的耐心去做 所以這趕工人 非常有責任心 我覺得我是非常佩服的 通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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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好 阿波都可以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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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